字幕 詞曲 李宗盛 所以我故事的概念就是小杯裡面整個大杯的意思 那我想完故事之後 我就試著用水潮出來畫起來 一本書其實對我來說是蠻困難的 看一下大家的二題 大概是我幫他講一個畫面 媽媽要架子才能幫他穿衣服 然後他可能要做小才能幫他洗衣服 然後他可能要念故事師幫他睡覺 然後他帶著一個大杯的散熱 因為他被敗禮才太精大 所以也是大約一千個湯 其他的話是被風景車帶 也大約一千個湯 外帶是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這就是大概我的第一本書 接下來介紹這個 這是我作為一本書 叫做你看看有沒有這本書 那這本書呢 他的影響來是 我在畫畫的時候 我的桌面大概就像做蜂蜜這樣子 各種的照顧 就是像水彩 然後紙啊 你記本 然後小線紙機啊 或者是 V頭 或者各種的膠帶 之類的 就是我在工作的時候 看到我的桌子弄得很亂 那有一天我在畫畫的時候 我面對了這個很亂的桌子 我就突然有一個念頭 就是吸引這個聲音 就是說 你看看你把電動這麼亂 那我 後來我還想說 這個 這個罵我這個計畫可以變成 變成 一本書 所以像你看看你把電動這麼亂 這個故事 他就變成說是從 你生活上的桌子 你亂 引發出來 講社會關係 你不是講歷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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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平等 之類的 你不是講歷正經 那前一陣子出版是 我跟我說 這本書 可以考慮出興奮 那我就跟我說 欸我可以 把它改成一個 女部長 然後 回家之後 他先生在成長 就想要把那個角色都改過來 反正想要改你總統 可是因為我們還喜歡這個 獨特的這個 總統介紹的話 我會改你總統 我想要改你一陣子 然後 所以我來就跟我說 他們其實不用大改 因為 他們覺得只要 做一個心法 然後稍微 改動複裂自己就可以 所以如果這樣有一天 可能會把戲 應該要做一個調整 因為現在感覺 女生跟男生的 這個工作 跟飯碗 師傅也可以 交換 然後 那接下來 這本講的就是 小阿酥的夢 真的只有去年 出版本書 那這本書 它主要也是 有點在反映我自己 工作上的困境 因為我現在也是中年人 然後我家庭 有小朋友 然後有爸媽 然後感覺上自己的工作 也做了四幾年 其實每天都做同樣事情 然後沒有什麼創意 算是感覺每一本書 都是一個 新的事情 可是其實 遊城是差不多的 就是 想故事 畫圖 出版 宣傳 這樣 就一直唱 所以我覺得 我人生 有在場作的狀態很小 所以這個小阿酥的夢想 其實某個程度 也是反映我自己的一個狀況 那我唸一下這個 是給大家看 小阿酥的夢想 小阿酥是一個小小的廚師 他每天從早到晚 在廚房工作 馬路的一個人 小阿酥的一個小小的新年 希望有一天難看的時間 大老鼠是小老鼠的老朋友 這是另外一隻老鼠 他是灰色 這大老鼠呢 他住在遠方一間大大的圖書館裡面 這裡有世界地圖和地球 大老鼠的老鼠 大老鼠呢 裡面跑來跑去 他肯了很多室 其實他肯了很多室 其實他肯了很多室 是有一種上班 就是 他可能是吃很多室 或者在服人的餵 然後他跑來跑去時間 他都是在 地圖上跑來跑去 這表示他其實真的 沒出門 宅在家 那這個故事的意思就是說 大老鼠是在跟小老鼠說 你看 你都已經在環遊世界了 為什麼你感覺到呢 就是什麼 我覺得是蠻悲傷的 那最後一頁就是 希望小老鼠有一個很甜的夢 他還是繼續在牆上 做著他的夢想的感情 那我剛剛為什麼說 這個帶來某個程度的一個困境 就是 就是像我做會本創作也是蠻多的 然後因為得了一些獎 然後出了一些詞 所以等於是 常常各種的演講邀約 或是工作也會 雜屍也是很多 他有的時候就是 不知道自己在環遊什麼的感覺 所以有種有深的體驗 所以這個小老鼠跟大老鼠 有點像是兩面 就是 小老鼠是 身體環遊世界 可是他根本就知道 那大老鼠是 身體是住在一個洞裡面 就是他的心 就是他覺得環遊世界 他們兩個是一個對的 就是對的蠻強烈的感覺 好 那講到小孩的話 現在跟大家來講一下 這個 這有可能會今年或年年出版的一種書 可是他不是我預料中會出的書 因為他這個是 大概幾年前 我也是不知道找我去畫一個專欄 就是畫跟小子有關的專欄 那時候我正好工作也有倦怠 所以我就解了這個工作 他就是每個禮拜要畫一張圖 就是十公分成十公分的一張圖 然後就是跟群組有關係 後來我就想每個標筒 就是和小孩在一起 這個是我跟友德就說 你再這樣看我就不跟你睡了 我就說 那好吧 求求你再給我五次機會再 然後我就想說 什麼 兩次機會會不會太多了 我覺得大腿有回答很妙 通常不是一次機會 那這個是媽媽跟小孩說 你英語怎麼是超50分呢 她說因為我不是英國人 然後媽媽就說誰將你這樣說的 她說是爸爸 好 那這個是小朋友問我說 你知道什麼任可以親嗎 然後有時候 離婚跟Bedger不知道 然後她說 當然是Mushin 就是Mushin 那應該是Mushin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哥哥就帶你來找我 我就說 爸 你爹要給你一個人 我就說 那是什麼 他說就是Mushin 其實你的主題曲 只要Ego 啊 其他人也有一個親子 然後之前都常聽到 只要Ego 這樣子 他們就加了Ego 然後這個是 小孩我說 你有看過 海裡寶寶嗎 蛤 那是什麼 那就是 這是哈利哥的 那就是 台語的 漢女跌倒 這樣子 那就是有一次 我們去 高雄 就是去搞公司 然後媽媽就在那裡 我太太就在那裡試畫 那個 口頭 反正就是 江貝小姐 有極力骨槌 在那裡畫口 這樣子 畫口他就問 小孩說 問 哥哥說 還是你看媽媽 化妝漂亮嗎 然後 哥哥就說 媽你這樣好像僵屍喔 呵呵呵 那我就在那邊狂笑這樣 然後公司的小姐應該完全 不敢說話 那我太太很氣 我把這張放出來 可是我覺得很好笑 這個 剩下這幾個也是有一點好笑 就是 有一次 去年 弟弟就問我說 剛剛那種幼稚園吧 就說 今年聖誕節 你有想好要跟聖誕老公 會要什麼禮物嗎 我就想說 你這小子該不會要送我吧 我就說 沒有欸 他就說 那你的名額可以放給我嗎 呵呵呵 就是說 他要兩份禮物這樣 後來我真的是 把我的名額拿來 因為我 我讓聖誕老公送給我的禮物 也是他想要的 所以後來我就跟他一起 試那個電動音器 這個 這也是蠻有趣的 有一次我兒子剪頭髮 他媽媽幫他剪頭髮 也失敗了 結果他就崩潰大哭這樣子 然後就不願意去喪氣 然後後來 後來因為他 他就大哭 後來我太太沒辦法 已經讓他停止哭 後來我就去房間跟我小孩子 講一講之後呢 他就不哭了 然後我太太就很開心後來 他就說 欸你這怎麼做到 我就跟他說 我答應他沒辦法請假 呵呵 然後我太太就氣炸 反正後來鵝店 我就是幫他請假 然後帶他出去玩家 後來我太太就 手搭就說 欸你今天有幫兒子請假嗎 老師問他怎麼能去上學 我就說 有啊 一年一班9號不是嗎 他說 天哪你兒子已經生上二年級了 哈哈哈哈 我就想說 欸真的耶 我就完全忘記 他已經生二年級 所以我不知道幫誰請假去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 嗯 這個 有一次我太太出去辦事情回來 然後 回到家他就說 欸我回來了 開水沒人了沒有 燒開水嗎 那時候我跟弟弟在打電動 然後哥哥在看忙 他就說 沒有耶 你沒有聽過三個和尚沒水喝嗎 呵呵 我太太是氣渣這樣 那我把這個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把它劃下來 它就是比較真實 就不是想像出來的事情 做一個調配或者是這幾十年來的 有沒有什麼建議 欸其實我最早的時候 我是 我本來是住家裡 然後我結婚之後 我就在外面自己獨立生活就對了 那我最早的時候是在家裡 我自己住的地方工作 可是小孩出生之後很困難 因為小孩會一直來找我 有時候把房間門 就是關起來 他會一直敲門 所以後來我就要去外面找一個工作室 可是因為 嗯 那時候我的老家有一個空房間 我別人搬出去就空了 所以我變成說 我就回我的老家去工作 可能是在那邊有個工作 就是白天去工作 然後晚上再回家 對然後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大部分都待在家裡面 然後就陪小朋友玩這樣 然後我發現生活跟工作 我不是一個很有規律的人 就是 我有時候一天有一些靈感就畫一下 有時候沒有靈感就沒有辦法畫這樣 然後 我覺得每個創作者都不一樣 就好像說你今天參加馬拉松賽跑 你是很有規律每天跑一段的賽程 比如說你把它分成十分之一 每天跑一段 有些創作者會每天 規定幾點到幾點畫 那有的人就不會 那像我是沒有 沒有計畫 然後就是很比較隨性 可是出版社對我也是有意見 就是因為我常會脫稿 等於是本來答應今年要出 可能就要脫到明年 所以我覺得每個創作者的個性都不一樣 我之前有看到一本書很有趣 它叫做《創作者的日常》 就是講每一個有名的創作者 他們的創作的方式 有的很妙 有的是一大早起來去旅館寫作 寫到傍晚然後再回家 然後有的是睡到中午再起來 或是晚上做 有的是每天只做一個小時 就是每個人有每個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 你就找到自己適合的方式去做這樣 謝謝老師 OK 謝謝 那還有朋友問題嗎 老師好 剛剛您就是目前正在進行的那一個會本 是您有主動跟出版社提議 想要用翻職業的方式嗎 是 對 那剛剛您分享那個小老鼠的夢想 您之前提到是說是由出版社請您 就是把這本先做完 您才想要揮成這個部分 那剛剛您那個翻出來一個折驗那個 就是他在小老鼠 嗯 小老鼠在傳的那個部分 是 請問是您提出來的那個構想 還是由出版社跟你提出來沒有構想 就是用折驗那個部分 你說大拉頁是不是 對 大拉頁那個部分 大拉頁其實是出版社他們希望可以做一個不同的開本 所以他們提出說可以 有一個可以做一個比較特別的版本 而且最好就是符合那個台速 就是印刷有一個台速的限制 正好那頁可以表現一個跨的一個場景 所以他們是說希望可以做成一個大開本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沒有特別傾向一定要做這個大拉頁 那出版社他們覺得這個可能會有一個 視覺上的一個擴張的感覺 對 因為我很喜歡考試這一個繪本的故事 而且我覺得它其實還蠻適合我們現在成人的一個部分 就是成人繪本的一個故事 那也很期待您有機會 因為後面你的兩個故事都會繼續畫出來 OK 謝謝 謝謝